人生真的不要有遺憾 想做的事情要及时完成 珍惜当下 像马大哥之前很疼你 你们结婚39年 听说前几年补拍婚纱照 对 因为我就是 也拖得有点久 那一年我60岁 60岁的新娘 然后他就是 每天看我看韩剧 他就骂我 他最讨厌韩国 可是我的愿望是 到那边去拍婚纱照 所以他说 他就带我去 这是五年前拍的 好帅好美 对 他们做的婚纱很漂亮 而且老公的西装也很漂亮 就他们做的 对 韩国那边他们西装 然后婚纱全部包办 全部包办 对 都去的时候才凉 超美的 而且那时候状况 看起来很好 他一直都很好 他到 超健康的 他到 气势还没发作的 前两个月 他还到马来西亚去拍片 所以他很浪漫 他每次每隔几年 都给你一个惊喜 对 他会这样子 老公是很浪漫的人 而且他很爱写字条 我很爱看字条 对 他有时候 你们都住在一起 每天朝一朝还要写字条 是啊 写什么 就写说 我希望他出去一下 看你在睡不忍心叫醒你 什么类似这种 这不是高中生谈恋爱 才会流言 我跟我老公说 我们一辈子谈恋爱 对 一辈子谈恋爱 所以他只跟我谈到去年 他八十岁 所以你刚刚一直强调说 你有后悔你们当以前太好了 现在会有这种感觉 因为现在真的很放不下 如果是刚开始的三个月内 我都没有再接电话 因为一接到电话 就哽咽 就讲不出来 像没有办法说 像现在这么冷静可以讲话 越好越难走出来 再问一下冰心 你有一样的感受 其实我当时一直在想 我要不要来上这个节目 因为其实坦白讲 我已经再婚了 然后这已经是 十九年前的事情了 可是从我接到这个题目开始 我就开始哭了 所以我觉得这好像是 已经变成我自己的一部分 然后当时气质问我说 要怎么走过 怎么走过这一切 我都在怀疑 我到底走过没有 你知道 因为毕竟曾经 深爱过的人 人怎么可能那么容易 就让他过去 就让他忘掉 当时他 我在跟他 因为他是不焉不酒 非常健康一个人 三十八岁的时候 然后就得到肝癌 然后那时候他知道的时候 他没有让我知道 他把一切都先安排好 再想说后续的治疗方式 他怕我慌乱 然后他找我姐姐来家里 然后告诉我宣布不好的讯息 然后当他讲完的时候 他就你知道他对我讲的是什么话吗 他说对不起 他说对不起 因为我十二岁的时候 爸爸就过世了 他知道我很需要一个家 所以这个打击对我很大 所以他都 他很健康 他也答应说 你懂吧 所以他他对我讲的是对不起 然后我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知道吗 我就 然后后来他就 跟我讲说 他打听了一些消息 他想换肝 他想试试看 可是这会花光我们所有的积蓄 你知道 他说 不晓得可不可以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说当然 当然一定要 因为他想活 他说我想拼命地活下去 所以当时 我后来就在想 人生啊 什么时候上偶压力会比较小 每一个阶段都很 压力都很大 那年我 他走的时候我三十四岁 我爸爸走的时候我妈妈五十四岁 我公公走的时候我婆婆七十四岁 我们都很难走过 真的是各个阶段 不同阶段都很难走过 你就你花多久时间 你说十九年了 对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 我不断地在鼓励我自己 我不断地在鼓励我自己 我记得我当时就一面写 我就一点 一面跟他对话 一面写的东西 我就说 我们从结婚到他到时候有六年 我说过去啊 我在人间有老公爱护 今天我在天上有天使守护 然后我曾经有过六年的幸福 六年跟六十年的差距在哪里 不过是重复比较多次而已 我就自我安慰你知道吗 我就说 我就自我安慰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到底呢 上我比较痛还是离婚比较痛 就是如果有选择的话 我要跟一个很爱我很爱我的人在一起 我们有很多美好回忆比较好 还是说今天我们相爱相杀 然后离婚比较好 你知道吗 我就说 他一直告诉我不要害怕 你一定可以的 所以他我就说 我将在每一个善意的眼神中寻找你 在拥抱女儿的时候感觉你 请帮助我习惯面对没有你的日子 就从今天 我将要帮我的悲伤画上句点 用微笑面对未来的每一天 然后我就不断地请他帮助我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个方法有用吗 所以之前他是非常保护你很依赖他的 对 我觉得觉得 有的时候人生就是这样 就是说当你多依赖一个人 然后你们的生活有多紧密的接触 你要走出来就比较辛苦 就是说你们有 你爱得有多深 你要走出来 时间就要更久 你就要有多久的时间 然后后来我就想到一个方法 因为我是一个依赖的人 我还是没有习惯 我看到你认识你的时候觉得你很独立 可是你以前是很依赖的 很依赖 然后结果后来我就找了我大学同学 然后他单身 我就说你过来跟我住了 那个我大学好朋友说你过来跟我住了 是不是有单身的朋友要对他好一点 对 然后后来他就搬过来跟我住 然后因为他讲得很漂亮 他单身 有的时候我们就突然会有另外一种 很悲伤的幸福感 你知道 就晚上就是泡咖啡 然后放音乐 然后我们两个就互相就看说 我们怎么混到今天会混成这样 你知道 他说对 他说我又嫁不出去 我就说对 我还没有老公 我说我们那么年轻 我们怎么会 你知道吗 就是互相调侃 然后突然有一种 虞书乐是不是 双书乐 对 可是这也是一个方法你知道吗 找到有一个你的好朋友 自己 对 然后然后互相这样讲 所以后来我 但是我更感谢的是我的女儿 然后我也最抱歉的是我女儿 我大女儿 可能看到妈妈实在太没用了 然后我真的很想坚强 然后只是我又躲起来 可是她找我 又看到我又在哭 你知道她随时随地都看到我在哭 她那时候多大 四岁 四岁 可是你知道她讲的话太成熟了 然后成熟到让我自己都很汗眼 然后后来我就说 你为什么都不哭 我就问我女儿你知道吗 你知道在丧礼的时候 她趴在棺木上 我就说你在看什么 她也没哭 她说我在找爸爸的翅膀 她说她爸爸一定是当天使 她在找她的翅膀 她说你不要哭 你想爸爸的时候 你就陪我玩 我说为什么我陪你玩 就是想爸爸的时候为什么陪你玩 她说你不是说我长得跟她一模一样吗 你知道吗 她就用很轻松的方式讲 我本来还想问说 你怎么安慰你的小女儿 现在听起来是她在安慰你 对 她在安慰我 就有一天 那个我就跟她在公园里面散步 在学校 学校 就那天一轮明月 你知道吗 她就对着天空讲说 爸爸晚安 她是微笑地讲爸爸晚安 就我就泪流满面 然后又觉得说 她对父亲的所有的感觉 只能寄予月光了 对 所以我也很希望我自己能够像她一样 可是那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说 不行 就是孩子都那么坚强了 我应该要更努力 所以这个因为还有一点作业时间 所以她知道她自己可能没有办法的时候 她录音和录影给我的女儿 哇 听说是生日的录音录影 录的录到几岁 就是她四岁 对 就是祝她生日快乐 今天是你四岁生日了 爸爸祝你生日快乐 然后今天是五岁 我就讲说祝她生日快乐 然后就说 我以为爸爸告诉你 爸爸的人生观 就是热情 乐观 理智 前面两项是为生活加温的 后面一个是踩刹车的 我相信同样是狮子座O型的你 一定可以体会 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狮子座O型 你知道吗 所以她就这样跟她讲 然后她就讲一些话 好像到99岁 哇 都99岁 对 她说 未未99岁了 好棒哦 你知道吗 然后后来 录影的呢就是 她还是 因为她很漂亮 她很帅 然后还是当天穿得很漂亮 但我女儿就是玩耍 她希望她记得 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所以虽然中间她有不舒服 可是她录影的时候 还是在微笑 因为她是很爱运动的人 所以后来我就在想说 爸爸的话 然后女儿都有认真听进去 所以她热情乐观 理智 理智 然后所以后来 那个 有 前段时间我问她 我就说 你知道最悲伤的是 当时她在生病的时候 她讲说 我向老天祈求 我向老天祈求 十岁就好 让我陪女儿到十岁就好 我想教她五岁 我想教她打网球 九岁我想带她去迪士尼 这是我曾经对她做的承诺 她祈求老天给她 陪她到十岁就好 所以当时她不舒服 然后有的时候药症吃不下去 吞不下去 我女儿就安慰她 就说 爸爸 因为你要吃药 你不是说 你要叫我打网球吗 不是说 你要带我出去玩吗 去迪士尼玩吗 所以那时候 她爸爸又这样子 努力的 你知道 就脏口吃药 吃东西 曾经有朋友说 如果 如果你 没有生这个小孩的话 可能你人生会比较单纯一点 因为讲的是再婚 或者是未来 可是我说不是 你觉得她好重要 这个小天使好重要 没有她 我根本就活不下去